назв品歐歐 closes story 變形 職位昶歲月瀏弱 越年輕越美好 一個都右邊望 代表提出很有裘款 什麼每一家裡四箱看來的都會有 那就是消費 就有機會 在消費的過程 就得到一個創業的機會 這種模式很簡單 他對他制度獎金也是簡單 然後好複製 然後可以背正 他有總共四個獎金 第一個叫做推广 或是叫推薦獎金 那推薦獎金 因為我們的套組有從小到最大的 那這個套組這樣 這樣這個基礎套組 是八千五百五 那頂級的三萬多兩萬系的 創庫的四萬系列的四百萬 那這個一年頂級 不同的套組他的推薦獎金 是這個頂級 所以說從二十五塊美金 他是用美金計價 所以獎金也是用美金 就從二十五塊一直到多少 三百塊美金 所以推薦獎金是從二十五塊到三百塊 那因為這個生意 這個是在台灣的套組 那你有可能你的朋友 或是你有可能會做到其他國家 那以中國來講 最大的套組就是 一年頂級他們是三千美金加入 中國是三千美金 一年頂級 那推薦獎金他是說 他是五百萬美金 所以在中國 你只要推到一個一年頂級 就是五百萬美金 那這個是一次性的套組 就是公司原本要請明星代言 要花一百萬兩百萬 要請明星代言 那現在由我們的剛代言 原本要花了廣告費 然後就花在這個 公司就把它放在這個推薦獎金 所以你分享越多 你推薦越多 這個推薦獎金就越多 那這個只有一次性 就好像業務 不可能一輩子再推 像我前面兩個月的時間 我推了二十幾個人 之後我大概是陸陸續續 再增加的 集中在前面兩個月 那剩下的我後面都沒有一直在找人 不像做保險 做車賣車的 做業務的 做仲介 你每個月都歸零嘛 你一直要找人 接吃不用一直找人 就不用一直找 那重點是後面的這個持續性的收入 再次我看到這個結尺 很大的一個消費 一個持續消費的一個卡 收入 然後這個公路的公路 它第二叫做消費公路 這叫做積分獎金 這叫做積分獎金 可以換工賬 我上次看到一個 這邊 它買了不知道多少錢 然後那個店 那沒給他一個點 他說你要給我一個點啊 他要點 那點數幹嘛 可以換工賬 他那你刷卡 去累積點數 那給你 可能停那個中正 這個國際機場 可以免費一起吃 還可以 會給你一些優惠 可以給你一些獎品 都不敢 那我們也是累積 我們也是點數 那分數可以換美金 還可以換美金 所以我們集的越多 那個 就得到越多的獎金 就是公司會跟你分 那公司分紅 它很簡單 我們是分為左 我們有左區的分數 跟右區的分數 公司說你必須怎樣 左右 各推一家網店 我們是找朋友來開網店 左邊一家 左邊一家網店 右邊一家網店 這樣你就成為一個什麼 合格網店 合格網店 我就合格 就可以開始分紅 那你第一個朋友 想不想分紅 他也想 所以他會左邊找一個 右邊找一個 一家網店 第二家網店 他也想分紅 所以他也會左邊找一個 右邊找一個 這個網店也想分紅 每一家網店都想分紅 自然他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左邊推薦一個 右邊推薦一個 就會找兩家網店 你的組織就會很自然 怎樣 往下延伸 你的組織就會非常 自然就往下延伸 因為每個人都想分紅 他是往深的方向 往深的方向去延伸 他可以怎樣 無限帶延伸 我車子滿的 你們就自己叫車 這邊用右手 好久 無限帶怎樣 計算獎金 我往上 走去的分數無限帶 無限帶計算 我往上問 怎樣採生 怎麼來計算這個獎金 當你一邊產生300分的時候 我們這有一個CP CP就是分數 那每一個套數都有一個分數 對不對 100 400 400 500 每一個產品 這樣一個配權 精華錄一瓶就60分 配權一盒就60分 配權一盒就60分 那所有分數加在一起 新加入的跟從 他重購的 從訂購的分數 全部加在一起 當你一邊產生300分 一邊600分 他不管左邊跟右邊 不管左區跟右 就是不管左邊右邊 他電腦直接抓到你 一邊有300 一邊有600 他就會產生一個35塊 那這個獎金是我覺得非常 創新的一個獎金 怎麼講到創新 就是過去的生意啊 開店面 像我們一個廚房 在我們樓下 在我們樓下那邊開一下火鍋店 那到了10點就要打烊 11點就要打烊 門一關收入就沒了 那醫生看病人 沒有面對病人 病人沒有面對的時候 他也沒有收入 但是我們這個是 24小時可以一年 因為我們這個店 是開在空中 所以有可能 因為他是可以怎樣 全球連線 現在可以連到多少國家 116個國家地區 平常 那未來會不只這樣 會一直增加 每個月都在增加 一直在增 現在可能不只116 這個一個月前 那現在有人去算 可能搞到117 118 他會一直在增加 那你的朋友朋友 可能在不同的時區 像我的朋友 可能在馬來西亞 新加坡 朋友的朋友 可能在印尼 越南 坐到美國 坐到加拿大 所以當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在美國跟加拿大 這個時區是白天 他們產生夜期的時候 我們在睡覺 你也會產生獎金 這個概念 所以 在我們結束 做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有一句話講 睡得越久會怎樣 領得越多 當你在睡覺前 也會產生 所以他是整個做全球 沒有區域的限制 沒有時區的限制 那還可以業績怎樣 業績共享 業績共享 也就是今天 你第一個 假設你第一個擺這個 第二個擺這個 第三個人怎麼辦 你就只能往下 第三個 第四個 就往下 第五個往下 就只能往下放 那每一個人也是只能這樣 往下 往下 所以假設這一條線 不管是誰丟的 12345676767 一直丟丟丟丟丟丟 丟到第100個人進來 這個人進來 假設用頂級套組進來的話 這個是400分 頂級套組是400分 上面的這個第九十九格 他的右 對第十九九格 這一百 是第九十九格的右邊 他就會增加 對第九十九來講 他就會增加400分 第九十八格 他的右邊也增加400 97也增加400 95九六四五四三二一 道理 全部每一個人 因為這個人進來 全部在他的右邊 都產生了400分 這叫做業績共享 所以當你知道這樣子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會想去當 前面第一個第二個 還是當第九七九八九九 這個叫卡位 先卡先移 先卡就在上面 你可以享受未來 整個組織的 整個業績跟你共享 這是先進來前移 那 因為我們是怎樣 秒節周禮 特別的地方 秒節周禮 我們是每秒節算業績 因為這個系統可以接收 200多的國家信用卡 因為我們是網購 直接在線上卡就一刷 公司就宅備到家了 包含你在現在美國的朋友 在不同國家的朋友 你只要跟他一個訊息 透過網路告訴他 有這樣的一個訊息 知道嗎 加入 加入成為會員 他訂貨 公司就宅備到他家 那我們是以秒節算 當他的卡一刷下去的時候 他假設他買了一個套 一刷 公司錢就收到 瞬間在你的網路辦公室 會看到你的推薦獎金 就跑出來 所以他是秒節 每秒就結算 那每一周禮 周周禮 每周禮 那因為我們是無限代的計算 這個在講無限代計算 所以最多一周給你多少 他有一個上限 他不能讓你無限大 不可能無限禮 那每個人都無限禮 每個人分數全部重新計算 都一樣 那會領到保 所以一周最多給你多少 754 這35萬美金 相當於多少 兩萬六千兩百五十塊美金 一周 一周兩萬六千兩百五十塊美金 也相當於多少 這是一個約一周 用台幣來算是80萬美金 一周可以領到80萬 好 那這樣的獎金 是因為他是做全球的設計 因為我們是走全球的 所以 這個制度是跟市場正相關 假設這 傑斯公司只有做台灣 告訴你一周可以領到80萬 我相信到現在也沒有人領得到 因為市場太小了 做不到 那現在做116的國家 每個月都有人領 他一直都得到 就達到 達到 所以每個月都有人上段子 每個月都有人 都有人達到這個目標 一直不斷有人產生 基本上兩三年三十年四年五年 不等 都有人達到這樣的數字 不斷的都有人在產生 所以這樣的一個數據 一個平板 它會吸引到很多人 那這樣的獎金 就足以吸引到傳統行業的這個老闆 傳統行業的老闆 那我們這裡有一個叫 積分永久保留規定 就我剛才講的 做業務的 每個月都在怎樣 都在歸零 所以你要不斷的導入 那我們可以 積分永久保留 可以幫你保留 所以你累積的分數 永遠可以保留 那你必須怎樣 我們是每個月的怎樣 消費保留 60cb 剛才這邊有60cb 這產品 你只要每個月消費60cb 你2800塊錢 台幣 你就可以保留住這個分數 2800去哪裡 最簡單 所以它的制度是 不歸零 那是 不用業績責任 那是消費責任 我答應一下 其實是每個月 每千萬也是 也一樣是 2800 不管你賺5000塊 五萬五十萬 五百萬五千萬 甚至現在有人賺 聽說一個月一日 它也是2800 所以就可以追求 那有些業績 像做保險的 我真的找到一個很厲害的 我要領到它的代數獎金 我要維持我主任的業績 所以必須 不太容易退休 它要維持它主任業績 包含安利的 newskin的制度 newskin一條線要六萬的分數 自己啦 剛開始自己就要六萬 一個月要六萬 所以沒做到 就自己買 所以才能達到某個獎金 所以那個制度 都是屬於業績的制度 比較不容易 那我們這是最簡單的 這是消費這個 你的責任是消費就好 兩千包是最簡單 就是最簡單 它沒有任何時間 沒有給你時間壓力 那這個就是每個人都有機會 對每個人來講 都有機會來完成 那第三個是 我覺得最棒的 這個最足以吸引的 傳統行業老闆 第三個獎金 就是七級的管理獎金 是我覺得這個制度最 這家公司最棒的地方 七級管理獎金 今天假設這個是你 你推薦我 我就是你的什麼 第一級 我就是你的第一級網店 第一級網店 你只分享我一次 告訴我這個生意 不錯 叫我來看看 這個公司看起來 這個環境好像還不錯 真的不錯 然後我就看一看 真的還不錯 但是我還沒真的看 然後你就告訴我 就約我去 聽說3月2號 會有個鑽石培訓 我們的網購女神 全球1號會來 3月2號的時候 會在 在維格 在台中的那個維格 大概會有 3000人以上 那一次我就去了 看到 哇 不一樣 跟這裡 跟這邊台北就不一樣 那邊人這麼多 那很多的人 然後包含所有的鑽石 很多鑽石 印尼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大陸 很多地區的鑽石都來 鑽石來巡迴 那包含 這個美國 他那個Tim Wee他來 他整個帶 這個華人 全部都是華人 都會講中文 都會講中文 那當然他們也會講英文 就來這邊 然後 我看到那個Tim Wee 哇 你說那個就是 是要網購女神 哇 不得了 這個生意 一個月可以怎樣 賺到一億 他聽一個月一億 台幣嗎 台幣一億 他一天收入是 六位數美金 好 那有的鑽石 香港來了 那個Patrick 上來 他就是上鑽石 然後他分享他一年就上鑽石 那我就問你說 一年上鑽石 是多少收入 你告訴我 至少五萬塊美金收入 他只花了一年的時間 然後Patrick長得不怎麼樣 原本沒有我算 對 那你告訴我這個生意 我過去看了一下 哇 我也是人 我覺得我也是人才 我說他可以 我覺得我也可以 你只分享我這一次 你帶我去參加這個 這個 全球的這個鑽石巡迴 我被電到了 我被這家公司電到了 我 開始以後 從那天開始 我全力以赴 我覺得我也可以上鑽石 我以後一輩子的努力 全部跟你有關 你只是把我跟這家公司接軌 你是當經紀人 你只是把一個人才 跟這家公司接上去而已 以後 我所產生的任何能力 你都有多少 二十趴到三十趴 我每產生一個三十五塊美金 你至少就有二十到三十趴 我每一努力一下你就有 你每一努力一下你就有 你只分享我一次 我以後一輩子的努力 你都有關 你找到 假設我真的是一顆鑽石 恭喜你 你找到一個鑽石 你成為這個鑽石的心嗎 心吧 所以人家都問我 我在做什麼生意 我說我在做經紀人的生意 我就在找鑽石 你成為這個鑽石的經紀人 這樣就夠了 你只要一條線 你找到一個對的人 你這輩子吃不完 因為一個鑽石 有可能你到一個 一週八十萬 一個月三百二十萬 一週八十萬的三十趴 一週你就領到二十四萬 你光一個人啊 這只是第一集啊 第一集而已 那 公司說你也要 就是說你必須要有一個 要怎樣 直推八家網店 你就成為公司的北稅 你就可以領到我的第一集啦 你就領到 對 八家網店 沒有時間的限制 沒有業績的限制 你要一天完成可不可以 你要像我這樣 一天找了八個人 一次就加入 換個品牌 剛剛先說 最簡單 基礎加入 一天完成你就成為北稅 你永遠就可以領到我第一集網店 二十到三十萬 沒有時間 你要一年也可以 沒有人管你 沒有時間限制 你要慢慢做也可以 你要累積 反正累積到就好 累積到八個人 八家網店就可以 那你會只找我一個這樣的人嗎 不會 你會去想找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 這樣的人 那這些通通都是你的第一集網店 都是你第一集網店 好 那有的人 像 印尼的衛浴 TOTAL衛浴設備 這個 那個 總代理 這個 他已經上傳了 他光他的第一集 兩百多人 他很有錢 他不需要做結職 企業家 人家是TOTAL衛浴 TOTAL衛浴都知道 他很有錢 他覺得這個平台只是給人家一個機會 因為他周邊的人 不是像他每個都這麼有錢 所以他只是抱著給人家的機會 幫助更多人 沒想到他的 但第一集會接到兩百多人 那何況是第二集 那我也想去領取我的第一集 所以我也會去推薦 我也去推薦我的第一集 這都是我的第一集 只光我一個人可以延伸出 像我已經推薦五六十個六七十個 這通通都是你的第二集 但是這第二集你可能都不認識 你只因為推薦到一個我對的人 後面產生的這些第二集 這都是你的第二集網店 他們一輩子的努力你的多少 十五嗎 一輩子的努力都輸 一輩子的努力都輸 那你只要再增加四家網店 總共推十二家網店 一輩子我們公司的藍寶師 金教掌 所以到這三集 沒有時間的限制 沒有業績的限制 你要一天完成藍寶可不可以 可以 沒有人管你 你要一個月也完成藍寶可不可以 可以 你要一年完成藍寶可不可以 你要五年也可以 沒人管你 你只要 想要上藍寶 你要隨時要上都可以 像你如果找到一個鑽石 像我這樣的 你會不會很快想去上藍寶 因為你想去領到我的下面所有的代數獎金 你就會很快去找到上藍寶 就是這個概念 那後面還有第四集 第五集 第六集 第七集 雖然是四五六集 但是只有5% 這邊不多 但是 重點是後面的人數 是不是越來越多 他們 這裡的人 像KINGWE 他第六第七集 都好幾萬人 好幾萬人 每一個人的35塊美金 他都5% 好幾萬人 每個人的消費 每個人的積分數 本身的獎金的補卡 好 那這邊就有一個時間限制 所以真正的 更 你想要賺更多的錢 更大的錢 這必須要更 就要靠更努力了 才能上來 好 那這邊是 有一個時間限制 你要頂到第四集 下一個定階叫做 紅寶石 你要挑戰一個月多少 200次的35塊美金 兩百次 三十五塊美金 一個月 兩百次 你就成為我們公司的紅寶石 我們紅寶石的月收入 大概一個月一萬塊美金 好 那 你要領到第五集 挑戰下一個定階叫 綠寶石 一個月大概 五百次 叫五百次 三十五塊美金 好 你上了他就上 下一個定階叫鑽石 你要頂到第六代 鑽石 一個月 這個綠寶大概兩萬美金 鑽石大概五萬塊美金 挑戰一個月一千次 一千次的35塊美金 那下一個是雙鑽 雙鑽一個月大概是 至少是十萬美金以上 一個月挑戰一千五百次 好 那第四個叫全球分 三 三趴 鑽石幾以上 都是鑽石幾以上 每三個月分紅一次 你成為一公司的鑽石的時候 你就成為這家公司的小股東 光分紅一個月 這個都是一百萬以上 只要是鑽你上了鑽石一個 光分紅 不算這 不算你的鑽石一個月五萬美金 剩下的部分 一個月台幣一百萬 光分紅就一百萬 最少 對 比較大的鑽石 因為照你的貢獻度 你貢獻就越多 你的大 比較大的鑽石可能就兩百萬 一個月 對看你的貢獻度 對看你的貢獻度 看你的貢獻度 咳